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如果你的手机不见了 你可以用电脑进入Apple官网 点选右上角的支援服务 进入iPhone支援 再点选寻找我的iPhone 进入追踪及寻找遗失的Apple装置的页面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手机掉在哪里 可以点选最左边的选项 尋找遗失的装置 登入iCloud之后 就可以在地图上看到你的iPhone位置 如果你还是找不到你的iPhone 可以点选右上角的播放声音 手机就会开始发出大声的紧银声 帮你找到手机 或是你也可以点选右上角的 启动遗失模式 你的手机就会开始密码锁定 你可以在一幕上显示自定的信息 例如你可以透过信息说明 手机遗失 或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如果你有任何的信用卡 金融卡 或是预付卡 加入Apple Pay 只要将装置设定为遗失模式 就会停止在装置上 使用Apple Pay付款的功能 即使手机处于关机状态 一旦手机开机了 手机也会立刻进入密码锁定的遗失模式 让你即使是手机被偷了 也会变得很难转卖 也会增加你找回手机的几率 如果你确定手机真的找不回来了 那我们就只剩下一个方法 可以保护你的资讯安全了 那就是清除装置内容 把手机里所有的资讯全部清除掉 但是一定要确定 找不回来的时候才能使用这个功能 因为一旦清除了装置内容 就无法再使用寻找我的iPhone 来找你的手机了 再清除装置内容 一样在Apple的官网上 请找余思的装置的地方 登陆iCloud之后 在右上角的地方 点选清除iPhone 再输入一次iCloud帐号密码 然后输入你的iPhone密码 如果你的手机是处于开机的状态 便会开始执行远端清除 在寻找装置的网页上 点一下停止清除要求 然后输入你的Apple ID密码 就可以取消清除了 如果你在清除内容之后 才找到你的手机 还是可以使用iCloud备份 或iTune 来复原手机上的资料 所以平常还是要记得备份 那么如果你使用的是Android的手机 当你的手机登入Google帐号后 就会预设使用 寻找我的装置这个功能 当你的手机不见的时候 只要你的手机有开机 已经登入Google帐号 并且连上网路 有开启定位功能的状态之下 就可以透过Android.com Find这个网站 或在Google地图上 显示装置所在的位置 也可以透过这个网站 点选拨放音效 可以让手机大声的响你5分钟 帮助你找到隐私的手机 或是点选 启用锁定和清除功能 锁定功能将会锁住萤幕 即使你本来没有设定密码 也可以远端设定用PIN码 解锁图外 或是密码锁定你的手机 你可以在萤幕锁定画面上 新增一条讯息或是一组电话号码 让你捡到手机的人可以联络你 如果真的找到手机 你可以使用清除功能 永久地清除手机上的所有资料 但必须注意的是 这个功能可能无法删除 外接记忆卡上的资料哦 如果你的照片或是联络人资料 都是存在记忆卡上 那么持有手机的人 还是有可能取得你的资讯 而且清除以后 寻找我的装置这项功能 就没有办法继续在那只手机上定型了 如果你再清楚资料后 找到你的手机 不但要将萤幕解锁 还要输入你的Google帐号密码 才能再次使用这只手机 如果你忘记你的帐号密码 那么手机备复原厂设定之后 你将会完全发使用这只手机 一定要特别注意 另外台湾市商店最高的Angel手机 Sansom 也有寻找我的手机这项功能 可以远端的定位并且控制你的手机 来进入设定页面 点选生物辨识与安全性 点选寻找我的手机 开启相关功能 只要一旦你的手机不见 就可以到 登录你的三星帐号 一样有定位手机的功能 除此之外 它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功能 也让大家介绍一下 要是可以将手机 以最大音量响链一分钟 还有锁定功能 锁定萤幕 锁定Sansom Pay 锁定关机 还有追踪定位 每15分钟 查看一次遗失手机的位置 或是清除资料 把原厂的资料重设 重置你的Sansom Pay 以及备份手机资料到三星的云端 或是可以截取框化和信息 截取手机里面50通最终的通话和信息 还有解锁 输入三星的帐号密码 就可以解除手机的锁定 延长电池使用时间 把手机设定进入超省电模式 来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 最后是设定守护者 可以新增守护者 让他也能够定位你的手机 开启紧急模式 以及让电话响铭的功能 其他厂牌的手机 例如OPPO、ASUS 都没有类似的功能 如果手机不见了 只能靠Android本身的寻找装置功能 如果定位没有开启 或是没有连上网路 手机上的支付功能 就有可能被别人盗用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但是无论你的手机 是使用哪一个作业系统 手机设定锁定萤幕 都可以避免在遗失的第一时间 被登录你采用的服务 所以 平常千万不要嫌麻烦 就没有把你的萤幕锁定喔 而且也要提醒大家 手机遗失或是被偷 除了向警察局报备之外 你要记得告知 中华电信 台湾大哥大等电信服务商 让厂商能够停止 你手机上的相关服务功能 避免被盗用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都市传说 就是你的手机会自动上传 平日的语音记录或是关键字 让Facebook或是其他的社群媒体投放广告 例如 有很多人就会发现 自己平常和朋友的聊天 讲到出国 脸书的墙上 就会出现机票的促销 聊到声明片 就会被投放很多日本要人的广告 这样的都市传说很常听见 但是是真的吗 其实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 证实这个都市传说的真实性 自安装家也认为 目前手机除了语音助理以外 应该没有APP 投入于上传的可能性 但是为求安全 大家可以关闭语音助理自动唤醒的功能 也就是Hack Siri 或是OK Google 这样的功能 建议平常也可以多多注意 谨慎授权的麦克风 摄影机 这样子功能的存取权限 除了手机不见的时候 要小心资讯外流 平常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手机安全 像是前阵子非常流行的便老APP 就被美国参议员指出有资丹漏洞 会偷偷的收集用户的照片 所以我们平常在安装手机APP 时就要特别注意 只安装来源可靠的APP 因为有些APP 可能会包含恶意的程式 只要使用者一安装 这个程式 就会借取手机里面的资料以及资讯 在手机上面安装病毒 或自动的下载程式 广告 发送简讯等等 另外 许多APP一打开 就会要求你同意存取权 在你点选同意之前 也要先想一下 如果这个游戏不会用到照片 那就不需要同意APP使用你的相簿 并能给你APP太多的使用权限 才不会让APP开发商趁机收集你的个资 如果软体要求明显不必要的软体才能运作 例如手电筒要求看通讯路 那么很明显你就有问题 即使他真的需要这个功能 那也应该立即移除 在寻找另一个替代的软体 当你连上WiFi时也要注意 因为你一旦连上开放式的WiFi 你的手机就扑木在自然的威胁之下 所以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公共的热点 如果在使用开放WiFi的过程中 被要求输入帐号、密码等登录资讯时 更要特别的小心 最后 无论你的手机是使用哪一个作业系统 都要记得 即时的更新 还有升级你的智慧型手机系统应用程式 因为这些更新 有可能是要弥补程式里面的漏洞或是错误 因此智慧型手机和APP 应该保持在最新的版本 才能够降低手机遭到自然威胁的风险 最后要提醒大家 在捐赠、转送或回收旧手机之前 一定要记得移除手机上的所有资讯 并将手机重置为初始设定 才能避免个人的隐私或是资料外泄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再见咯 拜拜